昨天凌晨明明才維修好 結果昨天晚上馬上又不能登入了 這到底什麼情況啊 而且他時間是晚上6點然後一直修 修到了10點吧 有夠誇張的啦 I will do have defeated an enemy 在哪裡摔倒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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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優格 暗優格 這場是主卡熊貓 在S牌會想的實戰解說 那這場我們將會提到 非常非常大量的凱撒路觀念喔 大家一定要注意聽好囉 那我們就先進行鑽石3秒鐘 麻煩再在3秒鐘內 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目擊到 777個讚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3 2 1 OK 好的我們繼續來解說 那在玩凱撒路的第一波兵線是關鍵 就是你一定要掌握兵線優先犬 像我先上了兩等 那呂布還在清兵線的同時 我就可以馬上來幹大事 看到這個甲蟲還在吃小野 果斷的搶到了小野 直接爆打一波 喔追不到追不到 那個甲蟲非常慘喔 這時候用一個二技能 有一個護盾 這個呂布非常的兇慘 這邊往左邊做一個逃跑 應該是可以的吧 那就放勝安奈特囉 我覺得他應該跑得掉 那接下來就會稍微講解一下 凱撒路其實他們的角色有分為很多種 他們所擁有的觀念其實打法都不太一樣 像是凱撒路有分推流的啦 例如夜叉或是凱格等等 那也有刺客流的 像我這場玩的祖卡或者是愛里等等 那也有戰士類的 像我們這場對線的呂布 或是飛類啊 這些都屬於戰士類的喔 他們所擁有的打法其實都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走一個凱撒路 那像我們這場刺客類型的啊 你一定要掌握視野的優先權 我們一定要掌握所有的視野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去蹲人對吧 像這邊呢很果斷的看到了 甲蟲想要來吃蘇哈喔 那因為呢 呃我們的打野正在趁中路的水 所以我們中路馬上就趕回去他的中路 想要去吸那個兵線的錢 不然我覺得他跟我一起打這個蘇哈 應該會更好 那第二大點就是 刺客類型通常都是打完一套就走 不會有太多的正面碰撞 就是像我們這場對呂布的話 你一套你絕對打不死人家 你繼續打只會被呂布開大 吸血吸回來 所以你只能打完一套就跑掉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甲蟲喔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夠推塔 那但還有第三點啊 這個類型的凱撒路角色喔 他要的就是進場時機 你基本上絕對不會是第一個開戰角 絕對不會是第一個當作開戰角 那些都是像呂布啊 這些戰士類型的凱撒路要做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你針對性要夠 例如我們這一場可以針對誰 像對方的中路啊 或是對方的射手啦 像我現在在做的就是掌握視野 你看呂布是直接從我面前走過去 我就掌握了第一手 視野的優先權 那我現在決定直接把他上路兵線斷掉 斷掉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等一下一定要回到上路去清兵線 而我呢可以利用這段期間 可以去跑線啊 可以去支援啊 都可以喔 不過不可以太讓 一樣掌握視野的優先權 呂布呢他只能乖乖的 從我面前走過去 這邊運用到我剛剛講過的 打完一套就走 好不好 呂布開大招 他沒有地方可以吸血啊 他要普攻才可以吸血 你看 打完一套就走 我的血量還是蠻血 可是呂布呢 他可能血量剩 呃 六七成的血量喔 那再來就是 凱撒路一定要小心 被gank 因為凱撒路基本上 你都是一個人 一打一 很容易被對方的打野 或是中路去gank去抓到囉 這邊呢看到我們奎倫去打那個呂布喔 所以我的大招直接做呂布 當我做呂布的時候 奎倫就跑掉了 啊就是傷害不一啦 那因為我殘血直接走掉 結果呢我隊友正在被爆打的時候 看到奎倫滿血 正在吃小野怪 讚讚 六六 那在玩凱撒路的時候 一定要再注意第二大點 就是很多角色喔 他的角色性質本來就不一樣 像你如果對上夜叉的話 你被他關到 你就會被他爆打一頓 可能就死掉了嘛 所以你面對這些 你打不太贏的角色的時候 你清完兵線 你就可以馬上去跑線支援 不過跑線支援之餘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塔 會不會被對方凱撒路角色推掉 這些都是要靠經驗去做累積的喔 這邊再跟呂布換一套 可是你可以看到 嗯..換的狀態是不太理想的 因為畢竟戰士類型的凱撒路 他本身就是為打架而生 那刺客類型的話 他本身就是為了抓後排射手而生嘛 所以他們本身角色性質就不太一樣 所以說實在話 沒有說哪隻角色凱撒路比較強 哪隻角色凱撒路比較弱 只有你自己打法的一個差別喔 那再來就是玩凱撒路 有第三大點 就是中期開始啊 像我們這些刺客類型的 你就可以跑去野區反野 喔!這邊直接甲蟲跳了一個大招下來 我的屁股真的是超級無敵大顆 超級無敵大反殺 666 還沒點贊訂閱的話 麻煩點下去吧 一定要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喔 那如果對於我更多傳說影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有格的日常 那我們再來回覆之後 來到中路 中路人家推的三個人推的很爽 結果我家的奎倫呢 還在吃小野沒關係 我們發起一個進攻喔 你再不進攻你的塔就要爆掉了啦 這邊第一個先跟隊友一起打呂布 那為什麼會先打呂布 因為隊友的就是攻擊的優先權都會先打呂布身上 你不如先集火把一個人打到殘 或者是把他打到死掉 OK啦 那剛剛有講到 中期左右你可以去對方野區做反野 因為你是刺客類型的啦 你一定要就是去做到這一點 像對方可能是甲蟲在打野 嗯 其實我這場一開始就去做到這一點了 就是去蹲草 抓到打野 他其實有玩過打野角的都知道 你一定會把你的技能交在野怪身上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空檔時間呢 嗯 直接進場把那個打野抓掉 因為打野都把技能交到小野身上了吧 這邊一樣 針對信耀寇 就是人家的後排啦 直接針對克里希 因為防恩他基本上都會出一點犯坦嘛 所以如果你 有可以選擇的話 當然是優先選擇克里希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邊一樣 掌握視野優先權 看到了甲蟲在我們的紅區 所以我們過去找他一下 欸這甲蟲飛得很快喔 直接跳走了 還有一個擴牆 我一個卡牆 他過牆了我卡牆 看到奎倫戰生物很兇 抓掉了防恩 可是甲蟲應該過去了喔 我也很難幫他 因為甲蟲飛得比較快 那基本上我剛剛有講到非常多的大點 其實你如果你有踢進去的話 即使你在運用到你每一場傳說戰場裡面 肯定會很好 那因為看到呢 是達爾西在我屁股後面 所以我直接一整套去消耗呂布喔 結果達爾西他大招沒有框到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這邊進場呢 不斷的去做一個入野反野 絕對要 那壓制了對方的打野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通常都是 對方打野如果被你打殘了 或者是野怪被你反掉了 他經濟方面本身就比較低弱 像這邊在回補之後 絕對是來弄那個打野 一個屁股沒有跳到 不過那個甲蟲是不是想要回頭來跳舞啊 他有點太天真了喔 因為他呂布在旁邊啦 所以他剛剛想要回頭來跳舞 他還猶豫欸 我看到那個頭喔 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 可是我CD真的很快 因為我帶的是惡魔覺醒啊 所以我在用完大招之後 一二技能冷卻的時間真的很快 那我就扣一下進攻凱撒 因為打野被我們抓掉了嘛 所以利用這個時間馬上進攻凱撒 再拿到我們兵線上的優勢 因為會放天空巨龍 那這時候一樣 我通常玩凱撒路角色 我不會跟隊友蹲在同一個地方 那剛剛我看到甲蟲好像在 在底下飛過大概閃了0.3秒 可是我在草蟲找他又找不太到 結果他是直接繞路 繞去中路把我隊友全部都抓光了 那面臨像我這種 可能沒有跟到第一波團戰的話 我現在只能蹲 看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抓 這邊一個大招接一個瞬移 漂亮的抓掉的甲蟲 這個就是要蹲 掌握視野優先權 像我就是掌握了所有視野的動態 那再回頭去幫隊友 這個呂布很兇 像呂布這種角色 他是屬於戰士類 所以他在抓我們後排 你看他傷害量說真的 就比較不太夠 不像我這個祖卡啦 這邊甲蟲有點 喔 他有點太急了 然後我跟他大招屁股跳下去那個普攻 暴擊3300 這就是我在玩祖卡 為什麼要出暴擊流 他的好處真的有點多多啊 他一套傷害算不高 可是如果那個 下去的普攻 有暴擊的話 真的傷害非常的有感 因為我們祖卡在使用完技能 每個技能都會接上一個普攻 這邊二技能 接一個大招跳了好多個人 成功的拿到大爆 kill 哇這個是一個犧牲一跳喔 因為你肯犧牲的話 基本上 你要說我有跳對人的話 像我剛剛是跳到對方好幾個後排 你只要針對性夠的話 基本上你的傷害 絕對都是打得出來的 那最後 有警收掉了甲蟲 點掉了主堡 贏下這場勝利 那基本上這場就是 凱撒路的實戰解說啦 裡面有講到很多 比較細節一點點的 不過正常你要使用在你的 傳說裡面的話 你還是要去靠經驗去做累積的 我只能講一個概念 那基本上 實際操作的話 還是要由你那邊去實際操作 才會更加明白跟了解囉 那這場實戰解說 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 我是有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